为什么大家讨论中佩 是因为中佩身上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从小受洗脑 另外一个就是软肋太多 软肋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手里 这种情形是不是有一些台湾人身上也有 有的 譬如说我昨天看到有一个网友留言 说在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工作的 他的台湾的先生 被公司要求提供户口名簿 而且还说连内容记事都要 而且就说这位网友 他是刚刚指导的这个要求 他说天呀 我先生在中国的半导体公司工作 昨天他才跟我说 公司跟他要户口名簿 还说连内容记事都要 当下觉得好恐怖 那他的这个先生啊 是台湾人 他应该也是台湾人 那这就是我说 就说中佩的问题 其实不是他的基因 第一他是出在他的教育 他的文化教育的问题 洗脑教育的问题 第二一个就是他的软肋太多 那你看到为什么 这位台湾的先生 他被逼着要交出 他在台湾的这个户口的名簿 你不交会丢工作吧 我猜是这样 你如果不交有可能会丢工作 那至少是有几率会被 这个公司就是穿小鞋 至少是有很大几率的 那因为你想肯定是 中国公司闲着没事 不会就是想要调查你全家 好吧 这背后是中国共产党 对吧 一定是中国共产党要求说 好了 就是所有的 有台湾员工的半导体公司 甚至有可能是所有的公司 你们要把你们公司的 台湾人的台湾的户口本 给我交上来 假比如说你这公司 有一百个台湾人 假比如说交了八十本户口本 其中有二十个人 看到我这个贴文 说不能交 那这个公司会不会被查税 是不是政府 市政府一个电话打过来说 你怎么就交了八十本 剩下二十本哪去了 你要是不把剩下二十本 交上来的话 我来给你查税 知道吧 你的那个消防有没有问题 这个是不是有这个违法的行为 对吧 就来整你嘛 那这个压力给到这个中国的公司 中国的公司就会把这个压力 给到这个台湾人 这个台湾员工 他一开始可能就是说 我让你逼着你加班啊 逼着你调职啊 到最后有可能就是说 你要不交户口本 我让你你就走人啊 你就被逼辞职啊之类的 这就我说 就是中配的问题 就是说你有软肋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手里嘛 那但是当你 譬如说你进入一家中国的 半导体企业工作 那相当于你也开始有软肋 有软肋在中国共产党手里了嘛 你的软肋就是工作嘛 当然你放弃工作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放弃啊 全家人啊 对吧 像我这样就是跟全家人断联啊 就是除了我跟我妈妈之外 就是我们跟我们整个全家全部断联啊 就是一定程度上算是断绝关系啊 那你要做到这点当然很困难 就是说你要辞职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你就能看到 这中国共产党当他手里握着你的软肋的时候 他可以把你用到什么程度 那再一个就是 就是我现在能稍微能知道 就是为什么我最近这几则 关于中配被中国共产党训练组织 那安排在台湾 从事各种 为中国共产党服务的这些工作的时候 就是为什么我那个影片会招致那么大的网军的反应 因为我现在知道了 就是现在有可能中央共产党正在进行这个campaign 就是应该是中国朋友都知道 我跟台湾朋友说一下 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一概 他做任何事情 他都是运动式的 就譬如说严打 他也是运动式的 对吧 他整维权律师 就整了个709大案子 也是运动式的 就是他上面有一个政策下来 就是说我们现在开始要全力的推行这个政策 那么我个人猜测就是 我恰巧撞到了中国共产党推动运用中派和运用这个 任何能够接触到台湾人的这个场合或者机会 那去在台湾各个层面埋藏他的信息源 他的间谍 他的情报源 那包括收集各种资讯 他应该是现在共产党正在做这个很大的这个campaign 那这个campaign 他不只是包含中派 就像我说的 你譬如说为中国公司工作的台湾人 你这不就有软肋了吗 你有软肋他就可以要挟 你有软肋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要这些户口本了 对吧 他是应该是他正在做这个campaign 他正在做这个大的这个计划 那然后结果刚巧 我就把这个计划一定程度上是揭穿了 对吧 因为我来告诉大家说 中国共产党正在寻找任何可能接触到台湾人的场合和机会 无论是透过乡签 还是透过色情产业 还是透过台商台干 你看这种为中国企业工作的台湾人 就是说他在运用所有可能的接近台湾人的场合 以某种方式掌控台湾人 中配是一种 但是你让台湾人为中国公司工作 这不也是另一种吗 一样的 那然后透过这个脉络 来掌控台湾人的一些资讯 比如说你的户口本的资讯 你然后从这个东西进入他的整个的一个大数据 从这个大数据中再往下去找谁能为他所用 那我整个揭露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做的这个campaign 才会招致直接的网军的这种大量的这种攻击 其实我现在真的很佩服我妈 因为我刚刚发现我被网军留言攻击的时候 我跑去找我妈 我妈说你是不是撞枪口上 就是我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你是不是撞枪口上 就是说国民党在推中配入籍年限六改四吗 你是不是突然撞到某个 就是某个共产党的这个大行动的枪口上了 他说一般都是这样 就是说那个共产党做了一个很大的那个行动 然后这个行动他要配合各种宣传 对吧 洗地 那各个层面的安排 国民党的动作 民众党的动作 中配的动作 各个层面的动作 他说你是不是撞 正好撞到这个行动的枪口上 你把他的那个计划揭露出来了 然后他们就闹了 网军一定要来攻击你 那然后根据这位网友 他给我的留言 应该就是这样 应该就是这样 这应该是个整体性的砍判 相信我就是他这位台湾人 他绝不是只有他家被要求上交户口名簿 绝不可能 绝不可能 相信我这一定是从上到下的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从下到上的 中国共产党一定是从上到下的 一定是有一个命令 从中央下下来 要求就是有台湾员工的公司 无论是半导体公司还是什么公司 有台湾员工的公司 逼迫台湾员工上交户口名簿 这一定是一个大规模的一次行动 所以说为什么我一定要提醒台湾朋友 绝对不要上交 绝对不要上交 在这一点上你们跟中配是一样的 就是不要让自己被中国共产党视为是有用的 你可能觉得这个户口本里面没什么 对吧你的孩子的身份证字号啊 或者是你的家人的这个住址啊 你觉得一时半会都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不知道他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 他会忽然变得对共产党来说有用 那么你现在交上去这个名簿 那就是卡在你脖子上的锁链 那会那会那会勒死你的 就是你现在为什么他无害 是因为现在对共产党来说你还不够有用 你把这个户口本交上去之后 共产党他发现你有用途的时候 你交上去的所有东西到最后就成为 拉在你脖子上的锁链啊 那是很严重的 所有的台湾人都注意 如果你受到这种要求的话 如果你害怕失业的话 你就拖延 你先拖延 你就说我的户口本丢了 我这个家人很反对 我这个户口本正在去办某个程序 交到台湾政府机关了 一时半会拿不回来 你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拖延 但是不要交 千万不要交 因为你交了是第一步 他会有第二步 会有第三步 你最终走到某一步 你就会面临说 你要么背叛中华民国台湾 而你背叛中华民国台湾 是有可能有刑事的责任的 你有可能会有刑事的责任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有可能 那都不单纯是失业的问题 知道吗 就共产党掌握你的东西越多 它能威胁你的东西越多 那就不只是失业的问题了 你现在脱身 可能只是失业 最残也不过就是失业 或者是被领导穿小鞋 但是如果你顺从共产党 不停的教这些东西 到最后你比失业会严重 那这是提一下这个事情